有网友发现 视频里这个无动力矿车 滑行到悬崖边 一个前滚翻倒出石头后 竟能原路倒退回来 最后居然屁颠地向着起点滑去 这是什么原理呢 仔细观看发现 矿车满载时在左边的轨道 而返回时却在右边轨道 并且滑回起点时 从料斗旁边路过 看来其中必有玄机 为此我们来到一处矿山 只见该矿的废料厂 建设在一片坡地上 寻声望去 传送带正不停地分解出 杂志较多的费金渣 下面的小矿车很快被装满 沿着坡面的轨道下滑而去 只见这条铁轨的末段转为上坡 小车爬坡中亮相减速 一头卡进轻转轮里 做了个前滚翻 扔出废料后重心高于轮轴 于是后翻回正 向坡底滑行 恰好从倒叉进入铺设 在旁边坑道里的铁轨 走到坑道末端 就只能坐电梯恢复势能 然后继续下滑 重复刚才倒料的运动过程 并经过倒叉再滑回料斗下方 从而完成了一次循环 所以小车跑到右边铁轨 和回到起点这两个镜头之间 隐藏了坐电梯环节 因此搬运这个矿车 一天下来用电也不少 但据说有一种大功率矿卡 挖矿一天只用一度电 这又是什么神仙矿卡呢 原来平均坡度7-9%的矿山道路上 载重90吨的电动矿卡 重车下坡的发电量 可大致满足空车上坡的耗电量 因此两三天才充一次电 如平均坡度达到11% 则重车发电和空车耗电几乎相抵 某矿区实测 矿卡跑100公里只用了一度电 看来重量和下落高度越大 是能转化出的电能就越多 因此我们将据火星参观 一个下落中的重型物体 并研究如何白嫖大量电力 一觉醒来我们已到达火星 据说以前住在这里的人 十分贪婪好战 而据火星地表 约6000公里的近远轨道上 这个尺寸二三十公里见方的火卫一 有可能就是战争造成火星碎片 攻到太空的证据 因为火卫一的公转角速度 比火星的自转角速度更快 以至于二者间的潮汐力持续拖拽 使火卫一不断掉落 轨道越来越低 因此出现小行星撞地至万物毁灭 是迟早的事情 可见火卫一巨大的质量和高度 所蕴含的势能放着不用也是浪费 倒不如利用其发电 而方法也较为简单 就是给火卫一拴一根大约6000公里的绳子 来到火星观察 发现绳子慢慢伸进了稀薄的大气层 速度大约每秒530米 是火星上升速的2.3倍 虽然这里大气稀薄 但2.3马赫的风速足够大 于是一台叶片直径达20米的 锋利发电机被顺了下来 它和绳索都用特殊材料制作 可承受强大气动载荷 以及颤震和高温 随着发电机就位 尾部直径超过20米的寒道里 叶片从顺奖扭转到额定公角 开始旋转起来 在2.3倍音速气流中 发电机和绳索所制造的激波 使下方地面回荡起沉闷的爆响 此时携带着每平方米 约160千瓦动能的气流 通过激波的压缩升力推动叶片 流过寒道的风能超过5万千瓦 其中有接近2.5万千瓦变成电能 将这些电力通过天线 以定向微波数向地面的接收站传送 就足够下面小镇上的人常年免费用电 当然代价就是进一步拖慢了火卫衣 使它提前到达火星周围的钢体洛西极限 被潮汐力撕成一串碎片掉下来而已